网红接夜配 这是时下流行事 但也差点会被骗 那么看到就有女网红 她接受的是网渡的邀请 见面体验按摩 事后再PO文 但人都来到现场赫然发现 案情并不单纯 所谓的量身打造 为你客制化的按摩服务 搞了半天是色情按摩 魂后嗓音 歌声动人 诚信网红时常在社群上分享生活 但没想到只是接个夜配 却害得自己差一点被侵犯 她会说 侍女按摩 然后我想说侍女按摩到底是什么 然后她就回应我 那个按摩师就回应我说 这是一个客制化的按摩 她透过联署社团 和一名自称是道府服务员的 按摩店员洽谈合作业配 约好2月1号见面体验按摩 但到现场却是男性按摩师 更说会量身打造按摩服务 不过最傻眼的是这个 接下来就发那个体验分享文 给我参考 我一打开超傻眼 都是那种很入骨的那种 就是那种情色按摩 当下全身战斗 她赶紧发讯息询问 按摩怎么会有不单纯 对方却回应 也可以只体验单纯的按摩 内容越听越奇怪 陈小姐立即逃离现场 就是我刚好那个timing 我在换衣服的时候 刚好看到这些 不然我如果上去的话 我已经完全被磨了 直接回到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工作室 乘租的工作室 负责人赶紧拉下铁门喊冤 只是协助出租空间 完全不晓得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这样的一个民俗交流服务业的 这样的一个营业行为 必须向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 及的工商登记科 去办理这样的一个商业登记 除了要办理商业登记 按摩师也必须要领友执照 下次网红监业佩可要睁大眼睛 看清楚别傻傻的 让自己权益受损 就是邀请陈文强这种报道